我们学习了括号二 话封为持有代受类别前的伎俩 然后我们学习了括号三 话封为持有代受类别时的伎俩 那么接下来我们学习括号四 话封为持有代受类别后的伎俩 也就是说 一旦话封为持有代受类别以后 我们对它如何进行伎俩 持有代受类别 我们前面提到了 包括非流动资产 还有包括处置组 所以我们下面就分这两种情况来看 首先第一点 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话封为持有代受类别以后 如何计量 当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话封为持有代受类别以后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 要重新计量 比如说 6月30号 话封为持有代受类别了 那么到了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需要重新计量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要看一下它是否又发生减值了 或者说价值回升了 如果其扎免价值高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资产负债表日 请注意 我们在学习资产减值那一章提到了 有关固定资产 以前减计的金额是可以恢复的 应当予以恢复 那又是为什么呢 不是我们死记的 这样说可以转回 我就记着可以转回 不是这样的 要想清它的一个道理 因为持有代售资产 本质上已经不再属于长期资产 它其实是属于流动资产 虽然名义上还说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称之为叫非流动资产 但实际上是化为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很快即将要对外出售的 本质上已经是作为流动资产 我在前面讲过 在资产负债表中 持有代售资产 它在报表上列失的时候 它已经放在流动资产的范围之内了 而流动资产 比如说类似于像从获是流动资产 是不是 它的价值回升是可以转回的 所以持有代售的资产 发生的减值 今天进额增加了 可以予以恢复 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要注意个问题 你在恢复的时候 是有金额限制的 并在化封为持有代售的语别以后 你所确认的减着损失的 金额范围内撞回 什么意思 就像类似于从获一样 从获发生减值了 比如具体减值100万 后来价值回升了 甚至这个从获的可变净值 高于它的成本 我们最多恢复到成本 将之前具体的减值 从获跌价准备 重为零就可以了 最多减减为零 所以也就是说 在原来已经确认的 减值损失的金额的范围内撞回 今天也是如此 因为你本质上 也相当于是流动资产 还有一点 要请大家注意 化封为持有代售的一别减 确认的减值损失 是不得撞回的 什么意思 大家想一想 在化封为持有代售的一别之起 原本它是固定资产 原本是无形资产等等 当时在固定资产的状态下 无形资产的状态下 可能当时减值了 那个减值是按照固定资产 按照无形资产的要求 按照资产减值的准则 要集的减值 那个减值我们当时就说过 也就是资产减值那一章讲过 固定资产减值 无形资产减值 即使将来价值回升 是减值损失 是不可以往回转的 那么在化封为 持有代售的一别之前的 那个减值损失 那不可以转回来 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要分阶段的 是指它化封为 持有代售的一别以后 确认的减值的 这一部分金额 是可以转回的 原先 那是上辈子的事情 它上辈子是固定自杀 无形资产 那个时候造的孽 那个是不能冲回来的 那个减值的金额 是不能往回转的 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是要分阶段的 那么在化封为 持有代售的一别以后 架着回升 减值的金额 往回转 编制下面的分落 借持有代售资产 减值准备 某某资产 比如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价斗资等等 代方代资产减值损失 这样呢 一方面将资产减值损失 转回来 另外一方面 把这个减值准备的金额 充起 当然要注意 刚才提到了 这个减值准备的金额 最多充为零 就可以了 不能再往回充了 你这个公元价值 上升的多的话 不能再多增加了 只能在减值损失 金额的范围之内 转回就可以了 话说 刚才提到了 画风也持有 带出这些钱的 那个资产减值损失 不可以转回的 你想一想 其实 比如这个资产 原先是固定资产 原先固定资产 提减值 我们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固定资产减值减值准备 你今天架着回升转回的时候 其实我想说明一下 此时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 科目已经没有了 因为在画幅为 持有代受利别使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的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 全部解掉了 这个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 这个科目的余额 全部解掉了 解到持有代受资产里面去了 因为按照整个占面价值 转到持有代受资产里面去了 他已经没有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这个科目了 你也不存在转回的 转回是借 资产减值准备的科目 带资产减值损失的科目 减值准备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 已经没有了 我这么一说大家也清楚了 你想万回转 这个科目就找不着好了 就这么个道理 那下面第三点是 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不应当提折旧或谈以交 因为本质上已经属于什么 流动资产 它不再是非流动资产 所以不贪消 不提折旧 即将将对外出售了 好 那么这是给大家讲一下第一点 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在画风里持有代受的类别后 如何计量 下面我们结合教材立体看一下 立体十一 承接我们前面的立体十 有一道题是长期股权投资的题目 2017年3月31号 L公司与N公司签订合同 转让所持有的M公司的全部股权 转让价格最后确定下来是1607万 另外是预计还要支付税费是 出售的费用是8万 下面分两种情形 因为前面立体十里面分两种情形的 再来两种情形一下 今天3月31号签订合同了 那么我今天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注意今天是什么概念呢 今天那当时是在立体十里面 当时取得的时候 属于装为转售的 当时就画风为持有代受了 那今天3月31号 我们认为这也是个资产负债表 一季度 那么划风为持有代受了一点以后 它的处理 在3月31号签订合同 价格是1607 先看情形一 情形一 当时你要看前面的题目 当时持有代受资产 是按照1600万入占的 我在这标了一下 当时的账面价值1600万 今天3月31号 我们要将该项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账面价值与进额进行比较 进额今天定下来了 动态的公营价值1607 减去出售费用 所以进额是199 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账面价值1600 当时确定下来的 所以发生减值了 借资产减的损失 持有代受资产减值准备 1万 减值的1万 这是情形一 再看情形二 你们要看一下前面情形二的 持有代受资产的入占价值 当时是资产减的进额1588入占的 大家还记得前面还有一个资产减的损失 12万的 但银行存款是1600万 也就是说当时是账面价值1588 今天的进额呢 1599 账面价值是1588 两者输第一 那实际上现在并没有发生减值 没有发生减值 那就不需要账务处理 因为在情形二里面 本身也没有减值 是不是 没有减值 所以也就不需要什么转回的问题 但是有同学说 不对 老师不对 你前面有减值了 是 你看到情形二前面有个分路时 借持有代售资产1588 借资产减的损失12万 但银行存款是1600万 我得提醒你注意一下 当时我提了一下 那个减值资产减的损失12万 并不是对持有代售的资产 具体的减值准备 如果当时是对持有代售资产 提减值准备 应该编制什么样的分路啊 那应该是借资产减值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12万 你看前面有这样写吧 没有 前面是一种特殊问题 是指专为转售的资产 在刚取得时 原本上应当以什么金额入战 以 如果其不化分为持有代售的情况下 原本应该有的出使计量的金额 假如他不化分为持有代售 原本按什么金额入战 1600 与他的金额输低来计量 当时那道题在情形二里面 金额是1588 所以当时是1588入战的 那么针对专为转售的这种资产 如果是金额入战的 听清楚 我在上一节课讲过这个问题 如果是金额入战的 说明什么 说明你肯定比账面价值低 是不是 一种特殊情况 专为转售的这种资产 在取得时那个点上 入战价值是本着谨慎性 按照1588入战 所以当时就发生减值 但那个减值并不是持有代售资产 减值 我们说持有代售资产 是画风 持有代售内边以后减值 是不是 所以我在这写的提示 是也有的同学在 听这个课听到这儿的 困惑的地方 对于取得日 画风为持有代售内边的 非流动资产或者组织组 只有在画风为持有代售内边以后 具体的减值准备 然后因后续资产 资产负债表日 进额增加 才予以恢复 要注意这个问题 画风为持有代售内边 使 具体的减值损失 无需撞回的 因为这个减值损失 并不是针对持有代售资产 提的减值改变 是当时针对 专为转售的 这么一个特殊的问题 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取得了一个资产 因为它是按进额入战的 当时以进额入战的 本身就有减值的 所以这是两个概念 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 这是我们书站这道题 给大家这样 两种情况做个解释 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刚才讲的是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比较单纯 就仅仅是非流动资产 现在我们再看 持有代售的处置足 只要是处置足 我前面讲过 那都分两步 先局部 后整体 所以下面首先是 第一步 先局部 局部是什么意思呢 把我们这个处置组当中的A 处置组当中的B 处置组中的D 还记得吗 这个ABCD 把这些 按照相关的会计准则 该怎么做 怎么做 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 处置组中的流动资产 A 处置组当中 是用其他准则的 也就是一到六的资产 非流动资产 以及处置组中的负债 无论是 流动负债 还是非流动负债 你有没有看出来 ABD 三类 从化封为持有代售 那边 且 到化封为持有代售 那边 使 以及化封为持有代售 那边 后 人家 始终按照他自己的 会计准则来做的 这就是我在前面 第一个问题 我们教材没有列这个标题 我专门列了个标题 那就是化封为持有代售 类别 它应当适用的 哪一些会计准则 你先把这个大宽架 搞清楚 你发现始终是贯穿 这条线 从化封为持有代售 类别且 到化封为持有代售 类别实 以及化封为持有代售 类别厚 A的 B的 D的 相关的部分 始终按照他自个儿的 会计准则 来进行会计处理 比如说 到了资产负债表日 12月31号 我们重新计量 持有代售的处置组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按照 相关的会计准则 人家该怎么做 那就怎么做 比如说 流动资产A里面 有个重货 重货 有没有简直 依旧按照 重货准则来处理 跟你持有代售准则 没关系 还有B 是用其他准则的 计量的 非流动资产 比如说 我们处置组中 有一项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打笔翻说 他在资产负债表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 是不是 有信用钱的损失 既提信用钱的准备 人家该干嘛干嘛 按照他自个儿 对应的会计准则来做 负债也是如此 好 这就是第一步 先局部 把A B和D 解决掉 还剩一个C 其实还剩一个C 括号7的 非流动资产 那个 不是单独局部的处理 把A和B和D 处理完以后啊 我们下面第二步 就对整体进行处理 所以我刚才讲了 先局部 后整体的 接着这一个 提示 也请大家注意一下 处置组当中 有负债 有适用于 其他准则所计量的 金融资产啊 公允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这都是什么呀 这都是括号1到括号6 里面的那个B的内容 是不是啊 他们的利息收入 或者租金的收入 或者说发生的费用 应当继续确认 意思也就是说 人家该怎么做 你该做的事情 都该做 有收入就收入 有费用就费用 继续予以确认 结合教材一个例题 来看一下 F企业里将拥有的核电站 转让给H企业 双方签订转让协议 由于核电站主体设备 核反应堆 将对单地的生态环境 产生一定影响 在核电站初始建造 完成并交付使用时 F企业考虑到 设备使用期盘后 将其拆除 并整治污染的气费费用 确认了38.55万元的 预计负责 这个大家熟悉 我们前面学习过的 并按照每年10% 对气费费用 逐期确认利息费用 这个我们在固定资产 那一张 给大家补充过 教材上没有那样写 我还写了分落 借财务费用 代表带什么 告诉我 预计负债 利滚利 利滚利 这是限制 然后到按照使用寿命 比如40年 利滚利 利滚利滚到最后 40年以后 那是什么 本金加利息 中止 那么今天 F企业打算 把这个核电站 转让给H企业 假如符合持有代售 类别的条件 划分为持有代售资产 那么这个 这是一个处置组 核电站里面 它有一部分是负债 那么这个预计负债呢 就作为持有代售负债 因为很快这个负债 就不是我的 变成流动负债 持有代售负债 且该资产 弃之一物产生的利息费用 应当继续确认 啥意思啊 这个预计负债 原本是预计负债 是吧 是这个处置组 当中的一个负债 那现在划分于持有代售负债 你该适用于什么准则 你还按照什么准则来做 这个适用于固定资产的准则 在固定资产准则那一章 我们在这个准则里面 要求你 每一期 依旧是借财务费用 待预计负债 那你今天划分于持有代售利别以后 只要还没有正式出售 F企业 你该做的事情继续要做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 相关的费用 要继续确认 这样来理解 好 这是第一点 持有代售的非得动资产 接下来我们再看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那就是刚才是处置组的第一个 第一部分是流动资产 还有1到6的非得动资产 以及负债 接下来第二部分 处置组的减质处理 那就是后整体 刚才是局部 现在是整体 整体就是我现在 再把整个处置组来进行考量 把整个处置组的 净额算出来 与处置组的占名价值 进行比较 前提是 在刚才括号1的基础上 进行上述计量之后 把A啊 B啊和D啊 都处理完了 那么此时进行比较 如果有减值 具体减值装备 另外请注意 对于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确认的资产减的损失 如果该处置组中包含有商业 我们前面也讲过这一点 首先要抵减商业 再根据处置组中 适用于持有代售准则计量的 各项非流动资产的 占名价值 所占的比重 按比例抵减其占名价值 我不再重复了 上一节后我用数字 举例子说明这一点 待会儿我们后面还要结合 教材立体来讲这个知识点 接下来一个提示 确认的资产减的损失金额 应当以处置组中所包含 适用于持有代售准则 规定的各项非流动资产的 占名价值为限 对的和前面讲的一样 前面也讲过 你最多将其 占名价值减其为零 我们刚才不是分到 非流动资产里面 比如说有固定资产 有无形资产 最多占名价值减其到零 并且不应当分摊至 处置组中所包含的 A或者是B的流动 非流动资产 你的简直你不能分给别人的 你不能分到从货里面 你最多减其零为限 好 接下来第二步转回 可以转回吗 刚才就讲过了 可以转回的呀 如果金额增加了 那是可以恢复的 道理是一样的 在恢复时要注意 要在划分为持有代售利别后 使用持有代售准则 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 所确认的资产减其损损损 的金额范围之类转回 另外转回还要注意一点 对于持有代售的处置组 所确认的资产减损损损损损 转回的金额 应当根据处置组中 除商誉以外的 适用于持有代售准则 计量规定的各项 非流动资产 占面价值所占的比重 按比例增加其占面价值 这什么意思 不是要价值回升可以转回吗 转回是不是增加占面价值 我们原先计题是减少占面价值 借资产减着损失 但持有待出资产减着准备 商与了固定资产了无形资产 那么现在价值回升 价值回升可以往回转 往回转有一点注意 除商与外的 商与不能往回转 商与排除掉不能往回转 升下的部分可以在 各项非流动资产 占面价值当中按比例转回 借持有待出资产减着准备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待资产减着损失 是可以往回转的 借持有待出资产减着减着准备 不就增加了其占面价值吗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的 那么接下来一个提示 就我刚才所说的 以抵减的商与占面价值 是不能转回来的 另外呢 适用于持有待出准则 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 在划风于持有待出的一边企业 那上辈子的事情 上辈子它是谁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那个减着损失前面讲过 那是不可以撞回的 所以编制下面的分路 借持有待出资产减着准备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没有商与 商与因为不能往回转 然后带资产减着损失就可以了 而且是在具体的减着金额的范围之内撞回 好 这是给大家先把文字的部分讲完了 接着第三个问题 持有待出处置组中的非流动资产 道理是一样的 同样是不应当具体折旧或者谈笑 那这些讲完以后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 其实到这儿为止 我们把划风于持有待出内别的计量 三个时间点讲完了 第一个划风于持有待出内别 且括号二的内容 然后讲的括号三是 划风于持有待出内别十 那都是上一节学习过的 然后刚刚我们学习了 划风于持有待出内别后 那接下来我把三个问题啊 串在一起给大家 把整体的整个一个过程 给大家再梳理一下 第一步是划风于持有待出内别 且的计量 比如说假公司有一个持有 非得动磁场或者处置组 在3月31号 2023年的3月31号 与已公司签订转让协议 在这个点上 符合持有待出内别条件 应当划风于持有待出内别 那么3月31号之前 那人家还不是持有待出内别 包括去年12月31号 人家还是吗 比如说还是固定资产呢 然后在3月31号之前 还是固定资产呢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或者说这是个处置组啊 那你处置组里面的流动资产 A 1到6的非流动资产 B 括号7的C 还有负债 D 在3月31号之前 都还不是持有待出内别 你们是什么 就按照什么准则来 进行快捷处理 比如C里面有固定资产 有无形资产 那么在3月31号之前 划风于持有待出内别企业 那都还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准则使用的方法 那上辈子的事情 你该是干什么干什么的 这是钱 然后今天 划风于持有待出内别了 那就是划风于持有待出内别 使 怎么计量 那是初始计量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括号3的内容 这个时候呢 其实也就刚才所说的 要主要是针对处置组的 把整个处置组先局部 后整体 局部 那就是A啦 B啦 D呀 他们该 原来什么准则 还是什么准则 他们一直是 按照 自己的相应的准则 做下去的 然后对整个处置组 进行减值 占面价值与金额 进行比较 此时 如果持有待出内别 有减值 具体持有待出资产的减值准备 然后到了12位31号 那叫后续计量 划分为持有待出内别后 在这个点上 同样是先局部后整体 先局部 就是刚才所说的 A呀 B呀 D呀 始终按照他自个儿的 快捷政策进行处理 然后再对整体 进行比较 对划分为持有待出内别的 这个处置组 我们主要是针对处置组来说的 那就是将其 账面价值与金额进行比较 如果有减值 提减值 如果有价值回升 在相应的要求下 可以转回 这是给大家 把刚才括号二 括号三 括号四 整个的 连在一起 给大家梳理一下 那接下来 我们结合教材立体 更好理解 这道立体非常好 帮助我们理解 前面的 话分为持有待出 那边 前 时 后 分别 具体怎么样 进行快捷处理 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 A企业拥有一个销售门店 2017年6月15日 A企业与B企业 签订转让协议 将该门店整体转让 转让出令价格是190万 转让协议同时约定 对于门店2017年6月10号购买的 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的金融资产 其购入成本是38万元 其转让价格以转让完成单日的市场报价为准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初步定下来是190万 但是这个门店 门店是一个处置组 它不仅仅是一个资产 你把它看作相当于是一个整个一个处置组了 这个处置组里面呢 有一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金融资产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 括号1到括号6的非流动资产那一步 这个价格呢 以转让完成那一天的市场报价为准 那天什么价 我们转让价格算什么 夹林干门店满足划封为持有干出类别的条件 但不符合终止金融的定义 这个是我们第二节的问题 暂时先忽略它 待会给大家解释 2017年6月15号 干门店部分科目余额表 科目 科目余额表 那么这张表里面 都是指划封为持有带出类别前的相关的资料 库存商 库存现金了等等 比如这有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当时是38万元 在6月10号购买的 刚刚买的 38万元 好了 其他资产负债 继续看题目 至2017年6月15号 固定资产还应当祭提 折旧5000元 无形资产还应当贪销是1000元 原本是在每个月末 我们提折旧贪销 那今天6月15号 我们签订协议 化封为持有带出类别 那么我们首先要将 化封为持有带出类别前 该做的事情做干净 化封为持有带出类别前 它还是固定资产 还是无形资产 该提折就提折就 该贪销贪销 所以在6月15号 你想一想 在化封为持有带出类别之前 你得先把固定资产折旧 5000提好 无形资产贪销1000 是不是也要贪好啊 是这个意思 然后2017年6月15号这一天 上述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的公营价值 降至36万元 原先不是38万吗 那么在6月15号这一天 你该做的事情也要做 它属于金融资产 按照金融工具的准则 下降了公营价值伎俩 另外固定资产可受为 金额降至102万元 你还要考虑 这固定资产有没有发生减值 人家还没有化封为持有带出 所以该做的事情 要先把它了结了 其他资产负债价值 没有发生变化 2017年6月15号 该门店的公营价值190万 用我们前面签的合同 出付定的价格190万 这是公营价值 然后出售的费用是7万 预计是7万元 两者一截就是它的金额 假设A企业不存在其他持有 带出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不考虑税收影响 截至2017年6月30号 该门店尚未完成转让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市场报价上升到37 刚才是36 其他没有变化 另外B企业在对门店进行检查时 发现一些资产 轻微的破损 A企业同意维修 预计修理的费用是5000元 A企业还将咨询费等等 预计金额调制4万元 当日门店处置组 整体的公营价值是191万元 这是哪一天 这是资产负债比较日 涉及到后续计量的问题 那这道题呢 我们题目初步的看完了 其实给大家理一下 主要是这么几点 一个是在画风为持有代数立别起 6月15号签协议的 在画风为持有代数立别之前 该做的事情要做好 固定资产 体折旧 无形资产 贪行销 还有固定资产 还要考虑减值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金融资产 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然后 那就是6月15号 画风为持有代数立别时 此时我们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啊 根据前面题目的条件 这一天这是个处置组 我要把这一天的 把刚才的事情做完以后啊 摇身一变 变成什么了 持有代数立别了 然后我们对整个持有代数立别 这个处置组啊 考虑它的占面价值 与金额金比较 有没有发生减值 接着到6月30号 那是什么时间呢 那是画风为持有代数立别后 所以我们这道题啊 整个一个时间轴 大家要清楚 前怎么做 时怎么做 后怎么做 因此我在对这道题分析的时候呢 也是分这么几个步骤的 先看括号一 第一步骤 画风为持有代数立别前 教材没有这样写 我给大家标一下 这样就更清楚一些 在画风为持有代数立别之前 该做的事情要做啊 固定资产体责旧5000 无形资产贪销1000 根据题目的条件 都是属于管理的用途 所有寄到管理费用里面 还有 还有什么呀 金融工具啊 这个金融资产呢 工员价值下降 人家是什么准则 规定怎么做的 那就该怎么做呗 下降了 借其他综合收益 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万 还有 固定资产 有没有减值呢 题目告诉我们 可受费金额是102万 那我们再算一下 它的账变价值多少 在6月15号这一天 根据题目的条件 它的原值110万 累计则就3万 在哪呀 在表里面找呀 我们前面表里面有的 固定资产 原值110万 累计则就3万 减值准备1万5 别忘了 刚刚我们又提了5000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占命价值算出来 110万减去3万 减去1万5 再减去5000 不是刚刚又提了5000吗 这样算出来 占命价值是105 而它的可受费金额 102 高于它的可受费金额 说明什么 说明减值了3万 所以就有了刚才这笔分落 还是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寄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里面去 因为人家 还没有画风为持有战数类别 是画风为持有战数类别前 该了结的事情 给了结了 按照固定资产准则 来进行快捷处理 然后这样调完以后 我们再摇身一变 变成什么了 变成持有代数资产 所以这个时候 持有代数资产里面 固定资产是102万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是36万 无形资产也变了一下 93万 怎么来的 看前面 它的原值95万 折旧 摊销啊 然后还有减值啊 然后又提了 又摊销1000 所以算下来是93万 好 这样合计下来呢 我们其他没有变化 合计下来是 整个的账面价值 整个持有代数 处置组啊 处置组 资产减负债 资产减负债 处置组的账面价值 是216万 那接下来第二步 画风为持有代数类别时 刚才我们在夸号一里面 将画风为持有代数类别起 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然后他们的扎面价值都有了 那么今天腰身一变 变成持有代数 要变分路的 否则报表怎么变出来的 变分路 那就按所有的扎面价值 直接结过来 怎么结了 注意一些细节问题 借持有代数资产 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们这是个处置组 有资产有负债 库存现金31万 应收账款26万 库存商品 注意一下 原先库存上面有30万 我们今天就写个30万 这是他的占面余额 注意 包括这个减值准备 原先有跌价 从过跌价准备 10万 那个表里面有 也要把它截过来 也要把它截过来 注意一下 然后 其他权益工区投资 已经是36万 今天的光云价值 然后接着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注意了 它是直接按照 占面价值来接的 固定资产 是按照占面价值来接的 无形资产 是按照占面价值来接的 这两个你得注意一下 这个从货不太一样 从货库森商民 是按照占面余额来接的 然后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 没了 看一下 看一下 没了 我们从借方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从此这个科目 金额为零了 这个余额是不是为零了 累计折旧 也是为零了 累计探销为零了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也是为零了 这些都没有了 其实以后都没有了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那从货叠加准备呢 你怎么不强调 从货叠加准备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从货叠加准备还在这 保留在这 我就想给你强调这一点 从货叠加准备还在这 只不过叫 持有代售资产 简直准备 明系科目 从货叠加准备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 持有代售资产 简直准备 明系科目 固定资产简直准备 没有的固定资产简直准备 没了 都没了 累计它一销都没有了 我们这直接按照 货叠加价值结构 那为什么 它不一样 为什么 是因为 你这个跌价 准备余额十万 它记在这 将来这个从货 如果价值回升了 我得从这十万里面 往回转呢 我得知道转多少呀 是这么个道理 那固定资产呢 固定资产简直准备 因为不可以往回转的 你即使有四万五在那 也不可以往回转的 所以我今天就把它截掉 就是前辈子事情 一笔勾销了 不管了 我们现在直接按照什么金额 到固定资产里面去了 按照占名价值 到固定资产里面去了 或者到无形资产里面 注意这笔勾销里面 流动资产从货和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一样 继续 然后代方把所有资产都截掉 比如这个库存商品 那就按照占名余额截掉 因为我借方有一个库存商品 持有代受资产库存商品 关键就这个问题 从货跌价准备呢 和它是分离的 余额归余额 跌价准备归跌价准备 它两个还是两条线过来的 但是固定资产已经没有了 无形资产都变成什么了 变成扎名价值了 区别就在这儿 继续 第二笔分头 把所有的负债 负债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题目里面负债没有变化 所以那吃多少去 全部结多少就OK了 从此这些负债 从借方没有了 借应付账话表示没有了 变成什么呢 变成持有代受负债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在资产负债表 就一个项目 不分这些了 在资产负债表上 你就没有应付账款了 就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 不再去找应付账款了 就直接寄到 谁有代受负债里面去 按照整个的金额 总金额 寄到一个项目里面去 你没有再分 什么其他的项目了 不分这三个项目了 前面资产也是这个道理 加明继续这道题 空号三 2017年6月15号 由于该处置组的 占面价值 处置组啊 我们站在处置组的角度 这就是画风为 持有代受那边10 我们下面要考虑一下 处置组 占面价值和 金额进行比较 占面价值刚才表里面 处理完以后啊 变成是216万 金额算一算 光云价值190 出售费用7万 预计是7万 所以金额是183万 金额183万说明什么 说明占面价值是高于金额的 减值了 减值多少 33万 减值33万 那么减值33万 请注意这道题呢 挺好的 挺完整的 挺全面的 它有商欲 我们前面说过 有商欲 首先抵减商 抵完以后还有多少 还有13万 13万怎么办 13万要在这个 处置组里面的 适用于持有 带受准则的非流动资产 比如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它的占面价值所占的比重 按比例分摊 到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里面去 所以就有了下面这张表 在看这张表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分摊 总共减值33万 商欲首先抵减20万 还剩下13万 13万根据固定资产 所占的比例 无形资产 所占的比例 固定资产分摊 6.8万的减值 无形资产分摊 6.2万的减值 好 这是对谁提减值 这是对持有 带受资产 提减值的 所以就有了下面这张表 提完减值以后 别的没有变化 别的没有变化 就是固定资产的 要挑一下 在提减值之前 是102万 无形资产是93万 商欲是20万 减值了33万 首先抵减商欲 剩下的你们俩分 固定资产分了6万 八 无形资产分了6万 二 所以最后商欲为零了 固定资产再减了6万 八 无形资产再减了6万 二 这样就得到 具体减值以后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可收为金额 183万 整个处置组的可收为金额 那接下来 编制 会计分路 这笔分路注意 还是什么时间 划分为持有代售对面 10 今天这个点上 这个处置组有减值 借资产减值损失33万 带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减备 其中固定资产6万 八 无形资产6万 二 商与20万 好 这样到这儿为止呢 我们就完成了 在划分为持有代售对面 10的会计处理 那这个讲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括号4 是什么呢 划分为持有代售对面 后 根据题目的条件 它给了我们一个6月30号 资产负债表日相关的数据 在6月30号 也就是划分为持有代售对面以后 我们这道题里面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人家依旧按照他的会计准则来做 根据题目的条件 价值回升了37万 那就是借持有代售资产 带其他综合收益 他还是按照他的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那么此时 该处置组的扎免价值为多少呢 184万 184万 预计出售的费用 前面题目条件有啊 是4万5 因为发生变化了 包括有一个修理的费用 维修的费用 包括这个咨询费 修正为4万 这样呢 进额是多少 两者一减 进额是186万5千 扎免价值184 说明进额高于其扎免价值 可以转回吗 可以的 持有代售利别 它的减值是可以往回转回的 那么我们先算一下这个差额部分 差额部分其实就是 186.5减去184 25000 处置组中的进额 后续增加的 所以应当在原先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的范围内 转回 转回请注意 有要求的 商业能充吗 不可以的 商业不能充 持有代售利别企业已经 具体的减值准备 不得转回 我们前面不是讲究过这个问题吗 好在这道题呢 你当初减值就是13万 你今天才转回多少 才转回2万5 是不是 那没问题 那我足够的 我有13万在那 转回2万5 那么这个2万5 要在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之间 即分摊的 那怎么分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金额在这 大家看一下 这个部分 固定资产95万2 在6月15号 减值以后的占命价值 无形资产是86万8 那行 那今天转回的金额 就按照2万5 按照他俩的比例进行分摊 我这也写了一下 2万5 固定资产95万2 无形资产是86万8 所张比例分摊 我们取整数 固定资产分摊13077 无形资产分摊11923 好了 那分摊完以后 我们看这张表 原先是95万2固定资产 再分摊13077 因为是价值回升 加上13077 所以是965077 无形资产也是如此 分摊了11923 加上去 原先是86800 那么结果是879923 这个地方因为加了100 加了1万呢 加了1万变成37万 其他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最后是186万5千 调整到处置组的 账面价值186万5千 就这道题我顺便说一下 原先总共减值13万 现在价值回升值多少 是2万5 足够转回的 假如这个减值损失转回的金额 不是2万5 假定啊 不是2万5 把前面题目 假定改一下 假定转回多少 不是2万5 是22万5 假定啊 22万5 那么 第一 不能冲商欲 第二 最多转回多少 13万 那就把原来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提的减值 6万8万 6万2 全部转回 全加回来 人家没减值 那么22万5 减去13万 超过的部分 还能往回转吗 转不了 有人说 那前面固定资产 不是提显值了吗 我刚才不是讲过这个问题吗 人家在化风为持有 但是那边前的那个减值准备 是不能往回转的 因为上辈子是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简直是不可以往回转的 你这辈子是流动资产 你是可以往回转的 是这么个道理 给大家说明一下 好了 转回也要变分路的了 所以下面我们编制 会计分路 借持有代售资产 减值准备 其中固定资产多少 无形资产多少 代资产减值损失 我前面说过一个问题 假如你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也往回转的话 我们刚才不是说 如果22万5的话 那么超过 超过13万了 13万全部转回去 那超过的部分 还能往回转吗 不能往回转了 你想想 你如果要往回转 你也写不了这个分路了 你要往回转的话 还要借什么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是不是啊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对不起 还记得前面吗 我们在编制分路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把这个事情给截掉了 就是怕你后面出事情 在当时那个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科普都就截为零了 你还转什么呀 是不是 从获就不一样了 从获当时有十万的减值 万一在化封为持有带出利别以后 架着回升 它可以往回转 拿完是上辈子 还没有化封为持有带出利别的情况下 从获提的减值 在化封为持有带出利别以后 从获的减值 如果架着回升 可以往回转 当然前提是 你的是以具体的减值准备进入为限 好 那接下来 还有个问题 这样处理完以后呢 我们A企业在2017年6月30号 不是要编制资产负债表吗 在资产负债表中 前面所有的资产 处置组中所有资产 不是分项目在报表里面分开列的 而是就一个项目 叫持有带出资产 不再分什么固定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库存现金 应收账款都没有了 都叫什么 都叫持有带出资产 那还有三个负债 都合并在一起 叫持有带出负债 这是一个项目 按照刚才的金额来列市 另外呢 由于处置组 我们题目说不符合终止经营 我们下一节课会讲到终止经营 那这个不符合终止经营的话 意思也就是说是持续经营 既然是持续经营在资产负债表中 这个资产负债损失 我们这不都有资产负债损失吗 有转回的 有计题的 有转回的 我们在利润表里面 持续经营损失里面 损益里面列市 这个今天听不懂也没关系 等我们下一节课 我们后面讲这个终止经营的时候 给大家再解释这个问题 这是关于报备的劣势 好了 那么苏珊这道题呢 我们暂时就讲到这儿 画风也持有代数例别前 画风也持有代数例别实 画风也持有代数例别后 其实这道题还没有完 我们下一节课还要讲什么问题 你画风也持有代数例别了 最终还干什么呀 就要出售啊 要处置啊 那么下一节课 我们还会讲到这道题 在终止确诊 将这个持有代数例别 这个门店处置组啊 出售的时候快去处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学习到这儿 下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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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